这个女人正在窗前倒着红酒 她稍一抬头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对面窗户里一个漂亮的女人 正用手捂着自己流血的脖子 女人见状吓坏了 赶紧用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随后她便冲出家门 准备前往一探究竟 可刚走出家门她就晕了过去 她叫安娜 几个月前因失去最爱的女儿 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的 在邻居和丈夫眼里 她就是一个嗜酒的酒鬼 严重的心理压力导致她和丈夫提前结束了婚姻生活 同时也患上了帕羽的疾病 当她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躺在家里的沙发上 警方赶到现场调查后回来告诉安娜 对面邻居的女主人并没有出事 她是空姐 此刻正在飞机上 福哥乐从周围邻居中得知安娜嗜酒的爱好 并且安娜也承认刚才确实在喝酒 所以他们推断出安娜是出现了幻觉 第二天 安娜一早便来的对面的邻居家 询问着女主人的情况 男人明确地告诉她自己女友昨晚在飞机上 并拿出了和女友的简讯记录给她看 简讯上两人的聊天并无异常 夜里 安娜看见男人从家里拎出一个大皮包 她费劲地将大皮包放进后备箱 然后便驱车离开 安娜见状赶紧跟了上去 等到男人下车准备拿出大皮包时 安娜冲上去就指控男人杀死了她的女友 安娜打开大皮包一看 里面竟然只是一个富裕人偶 原来是男人今晚表演用的道具 感谢观看